他是来自地狱的使者 附身在警员小帅的身上 为抓捕逃到人间的亡灵 跟小美来着参加万圣节舞会 寻找体内有黑影的人 你们的欧巴依然如此帅气 迎来众多美女的目光 道具还是要用起来 小美一勺冰激凌塞进去 地狱使者吃出了丝滑的感觉 就在白天 地狱使者拉着小美寻找亡灵 发现了体内带有黑影之人 却让他给跑了 经过调查发现 这个男人就是之前跳江自杀的男人 因感情纠纷跟明星雷欧有过节 那肯定会去报仇 雷欧也会参加舞会 两人开始在人群中寻找 此时小帅的女友出现了 地狱使者看着面前的女人 突然有心痛的感觉 因没有小帅之前的记忆 也不知道女人是谁 女人准备离开 前来跟小帅告别 再衬不注意 吃了你们欧巴的豆腐 这一幕刚好被小美看到 顿时醋意涌现 让地狱使者猝不及防 就在这时有人关掉了店闸 女人转身离开了 被暗藏的杀手挡住了去 女人摸向包里的刀 一刀插中杀手的脖子逃走了 灯再次亮了起来 地狱使者发现女人已经不见了 走出去查看 地上受伤的杀手 见状慌张逃跑 撞到了地狱使者 察觉出这个人 就是在医院想杀小帅的那个杀手 为了自己的躯体不再被杀害 便追了上去 杀手开车紧追女人 地狱使者跳到车上 一拳击碎了玻璃抓住方向盘 两人挣扎间 杀手一脚刹车将地狱使者甩下车 这也成功激怒了地狱使者 上前一顿疯狂输出 将杀手踩在脚下 就在这时 杀手拿出藏在腿上的刀 一刀割伤了欧巴的腿 起身一刀捅向欧巴 将欧巴推下了将 难道就这样死了吗 在临死之际 地狱使者想脱离小帅的身体 却怎么都出不来 殊不知此刻的 他已经在慢慢转化为人类 拥有无限复活的身躯 两个鬼差正在接收亡魂 无意间发现地上的灵魂珠 那是地狱使者接收小美的灵魂珠 为了折磨一下地狱使者 打开灵魂珠 里面显现出小美的灵魂 这就说明小美离死不远了 此时的小美 终于找到了杀害父亲凶手的信息 等地狱使者赶来 早已不见小美的踪迹 小美独自来到凶手的小姨子家打听消息 却看到了女人身后的黑影 上前触摸 看到了惨死的画面 小美告知会有危险 但女人不听劝告 锁上门回到家中 小美尖撞立马报警求救 可话说到一半 脑海中闪现出女人被害的画面 已经来不及了 小美翻墙进入家中 发现了已经惨死的女人 凶手肯定还在附近 小美在厨房拿了一把刀 在屋内寻找 发现了窗外的男人 正是当年杀害父亲的凶手 立马追了出去 男人上了一辆货车开车离去 小美骑上门口的自行车紧追骑后 来到一处荒郊野外 小美拿着刀上前查看 却被男人从背后袭击 为了给父亲报仇 拿着刀就冲了上去 两人扭打肩 男人一刀捅向小美 将小美杀害 很快警方找到了案发现场 却不见小美的尸体 地狱使者赶来 发现了小美遗落在现场的手机 情况不容乐观 经过四处查看也没任何发现 根据现场血迹的鉴定 也确定出了是小美留下的 这让地狱使者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曾经冰冷的地狱使者 也对小美产生了感情 回到住处跟其他使者商量对策 小美如果死了 接受灵魂的地狱使者就是小帅 要在小美身边打开灵魂珠才行 人类在刚死掉的时候会不明所以 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即便是知道了自己已经身亡 短时间内也无法接受事实 所以绝对不会离开自己的肉体 这就说明小美的灵魂还在尸体内 为了找到小美 地狱使者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小美为了抓杀害自己父亲的凶手 不幸遇害 就连尸体都找不到 地狱使者为了找到小美的尸体 来到女人遇害的案发现场 小美在遇害之前有打电话报警 地狱使者一遍遍听着通话录音 从中找出些蛛丝马迹 录音中一段声音提供了线索 一看时间 此刻就是小美报警的时间 立马到门口等待 果然没多久一辆收废品的车子路过 刚巧司机就是之前小帅死前救下的那个男人 询问中得知 那天在门口跟停着的一辆货车发生了擦卦 打电话给车主却一直无法接通 便留下字条离开了 好在所打的号码还在手机上 地狱使者根据号码查询到男人的住所 看上去像是一个屠宰场 仔细查找并没发现小美的尸体 就在这时男人回来了 地狱使者躲在暗处一角踢倒男人 两人经过一番扭打 将男人掉了起来 在一番逼问下 男人开车带着地狱使者前去找小美的尸体 在路上也将事情全部交代了 原来早在小帅没死之前 来到精神病院找过男人 只有男人才知道幕后黑手是谁 由于男人在精神病院长期服用药物 导致神志不清 小帅让他不要再服用护士给的任何药物 并表示不久后会去找他 按照约定男人没有再服用药物 也想起了一些事 但却一直等不来小帅 便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 并且残忍杀害了院长 就是之前肠子拔出来的那个女人 由于地狱使者附身到小帅身上 没有之前的记忆 并不知道这些事情 男人越说情绪越激动 说快要逼出幕后黑手了 就在这时 男人狂打方向盘 车子撞到路边的树上 地狱使者没系安全带 被撞晕过去 男人健壮拿起弯钩 将地狱使者残忍杀害 丢下车逃离了 殊不知地狱使者可以无限复活